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378集 道新 这云球内充满了电芒 感受着云球内的巨大力量 王林深深地呼了口气 这云球内的力量虽不能毁天灭地 但却可以把一切化神修士全部摧毁 即便是应变期的李元峰复活 在这云球之下也会隐恨 生死一境大圆满 修为突破化神 一步之下便是应变 这一步 我已经迈出了一半 王林右手一挥 云球消散 准备应变 王林双目平静 应变期啊 乃是真正的大神通者 可以说一个应变期修士 无论在任何修真心 都会受到很多势力的拉拢 巨魔族老族 区区应变初期便可操控一族 成为一族的领袖 李元峰强行提升至应变 便可称为血域族一族之长 由此可见应变期修士的价值 毕竟啊 问鼎老怪 大都常年闭关 而且极为稀少 几乎不问世事 所以应变修士便是一个修真心的中间力量 若是放在凡人武林之中啊 应变修士那便是一流的高手 受万人敬仰 在修士中可以把这种身份的程度放大百倍 千倍 万倍 这便是应变修士 即便是当年的天运子也没想到 区区二百年的时间 当初那个略有好感处于华神边缘的小修士 居然有望达到应变期 若他现在知晓此事啊 汪林去天运星 绝不会是百年记名弟子那么简单 他将会成为真正的弟子 而且在天运宗啊 将会享有一定权限 司徒 我应变之后 便拥有了唤醒你的能力 王林深吸口气 右手点在了眉心 少请他的身子渐渐消失 进入了天逆之中 天逆空间内 司徒南那巨大的猿鹰飘在正中间 王林出现在那里 静静地望着司徒南 吸收了两只断臂后啊 司徒南的猿鹰已经不再半透明 而是变得凝实起来 全身散发出振振威压 这种威压比之顿天老祖 还要强大无数倍 司徒 王林默默地望了很久 一步之下 离开的这里 出现在天逆空间东部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只不过这个原因 双目紧闭 处于沉睡之中 他全身笼罩在无数的灵液之内 那些灵液不断地融合到猿鹰内 滋润着他的身体 万儿 王林的双目露出一丝柔情 包围李木碗的灵液 是天逆珠子的露水所化 王林这一年的时间呢 终于凝聚了这些液体 它们的存在 可以修复李木碗的原因 甚至随着时间的度过 可以在某些方面 使得李木碗的原因更加凝联 万儿 你等了我三百年 我王林无以为报 守护你直至苏醒 一直到我魂飞魄散 王林望着李木碗的原因 许久 许久 如果这一切 可以换来一个奇迹 我会等 我会守护 一年 十年 百年 千年 至至此此生 王林墓中的柔情 始终放在李木碗的原因之上 往昔的一幕幕 在他脑中回荡不断 记忆是掌心的水 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 终究 还是会从指缝中 一滴一滴流淌干净 只是那水的凉意 却是可以让人始终无法忘记 王林上前 轻轻地滚在李木碗的 原因眉心之处 带着他的温度 传递给了王儿 王儿身子一颤 他感受到了王林的唇 感受到了王林的温暖 这温暖之中 带着磨灭不掉 曾经的欢声 更带着一句默默的呼唤 以及天地不变的守护 爱情就像一条河 左暗是千年明灭的欢笑 右暗是烛光下永恒的沉默 中间流淌的是年年碎碎 淡淡的寂寞 王林转身 离开了天地空间 他的人走了 但一颗心 却是放在了这里 成为了永恒的沉默 黑夜中 星光下 山峰顶 雨风吹袭里 那孤独的身影 好似要被风吹散 被风吹走的 总是那飘忽的哀怅 只有那无心人的寂寞 是风怎么也吹不散的烟火 孤独的身影 抬起如刀枭般的脸孔 望着夜的黑 望着星的明 在那里 有心中永恒的 一个女人的身影 周如寻找叔叔的旅程啊 一直在持续 他不明白 为何叔叔离他而去 他想要找到王林 好好地问一问英国 此刻 在山峰顶端 王林的身体四周 放着他储物袋内 所有的仙女 他盘膝坐在正中 收却心中一切杂念 全心打坐吐纳 此时的王林 其修为达到了化神圆满 意境同样达到了圆满 接下来 他要应变 应变 对于任何修士来说 都是一个磨灭不掉 永恒的追求 一旦应变 就可以使得意境实质化 其威力将会达到一种 不可思议的程度 除此之外 更可以吸收仙力 挥手间神通法术 蕴含仙力 其威能无穷无限 在上古时期 仙界并未崩塌之前 一个应变修士 并不起眼 但如今 在仙玉稀少的情况下 应变修士便可以成为 一方霸主般的存在 从化神到应变的关键 就在于仙玉的多少 仙玉越多 仙气越浓 应变的成功也就越大 当然 成为应变修士 意境也有极大的关系 若是意境无法圆满 此生就断无应变之日 对于天道的领悟 更是成为应变修士的重点之一 王林的意境圆满 对于天道的领悟 则与旁人有些不同 他自从看到天道轮回使者 居然是古神之后 心中对于天道 有了一丝怀疑 天道是什么 在王林之前的理解 天道就是一个法则 如同寂灭法则一样 运行在天地之间 就好似凡人中的律法一般 没有人可以取代天道 修真者也只不过是逆天而行 从而走出了天道掌控罢了 很少有人认为 自己可以取代 亦或者操控天道 但如今 看到了古神之后 王林对于天道的理解 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在他眼前 有一个谜团 这个谜团很大 以他目前的理解 无法参悟全部详细 天道 有趣啊 王林双目平静 闪烁一丝明亮之盲 他深吸口气 散开全身毛孔 全力吸收四周仙玉之内的仙力 王林之前仙界一行啊 获得了大量的仙玉 这些仙玉 此刻成为了他进军应变的关键 此时啊 浓郁的仙力疯狂地涌动 钻入王林的体内 与之前几次吸收仙力相比较 这一次 他身体承受的痛苦也轻微很多 仙力钻入体内 疯狂地挤压 他身体内原本存在的灵力 两股不同的能源 好似水火不容易般 以他的身体为战场 展开了生死疏杀 王林体内的灵力啊 极为庞大 出始时 仙力流入不多 在灵力的冲击下 顿时溃散 但随着时间的度过啊 越来越多的仙力流入体内 此刻 灵力慢慢地无法抵抗 灵力的总量虽说还是远远超出 仙力无数倍 但它在至少 却是与仙力相差太多 一丝仙力便相当于一个 结单修饰的全部灵力 如此一来 灵力自然节节败退 化身修饰转化成为应变 体内灵力会有两种变化 第一 灵力被生生地挤出体外 亏三一空 身体内唯一存在的便是仙力 如此一来 身体进行最终的改变 随后突破化身 成为应变 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较为简单 也是大多数修饰选择之法 只不过如此一来啊 灵力全部浪费掉了 之后啊 还需要重新吐纳吸收 颇为麻烦不说 更是会在应变初期时啊 修为不稳 同时这种方法 需要修饰在应变后 闭关百年挑戏身体 第二种方法 则是生生把灵力练化 使得其致 可以达到与先例平等的状态 此法很难 需要不断地练化 可一旦成功 那么在应变初期中 将会占据极大的优势 不需要闭关挑戏 便可达到他人闭关 百年之后的程度 第二种方法的好处啊 减少了一百年的闭关挑戏 在修炼速度上 自然会提高很多 王林选择的便是第二种方法 毕竟啊 他没时间闭关百年 体内的灵力被先例挤压 慢慢地全部凝聚在了丹田之处 在丹田之外的经脉内啊 充斥着先例 这是一个改造身体的过程 先例就好似磨盘 一点点地把王林身体之前的灵力 磨灭掉 转化掉 从而融入到先例之中 这一过程较为缓慢 转眼间呢 三个月过去了 王林始终一动不动 他四周的先欲 此刻已经有三分之二 全部变成了灰色 更有一些已经碎裂 还是不够好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其幕内啊 好似有仙气缭绕 整个人看起来 仿若仙人一般 偷着一股出尘之色 王林的仙欲啊 虽说比不上一些 多年大派的数代积累 但也绝对不少 可此时一看 远远不足应变所需 他体内的改造 仅仅持续了百分之一 灵力被挤压 并未完全融合 难怪应变其修饰稀少 应变之时需要的先例 即便是一些大宗派 恐怕也承受不住 难怪啊 王林难难自语 巨魔族老祖 倾全族之力 再加上赤虎 仙界异形 所取得的仙欲 这才使得老祖 应变成功 这还是在巨魔族 当年迁移朱雀星之时 族内存在了 大量仙欲的结果 实际上巨魔族老祖 原本在很多年前 便可以达到应变 这时 仙欲实在太少 这才一托至今 要知道仙欲啊 并非是只在 化神提升应变之时使用 修士达到了应变期后 仙欲的用处更是极多 斗法要用 疗伤要用 甚至于炼宝也需要仙欲 传闻中啊 想要达到问鼎期 更是需要远超应变 所需仙欲的万本 才可达到 甚至问鼎之上 更是所需数量 无法想象 整个修真界 出产仙欲之地啊 只有仙界 尤其是仙界崩溃 仙墨消散 仙欲的数量极为有限 如此一来啊 仙欲的珍贵程度 自然可以想象得到 在现在的修真界 时间越是往后啊 高阶修士便越会稀少 越难修炼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彭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